好,這個是城市人雜誌的社團 那各位應該有聽過介紹過 我們每個月1號初刊 所以昨天我們把它放上去 這一期裡面我們有介紹幾個主題 一個重點的主題是電磁弦 那對於資工領域的同學而言 其實電磁學往往會覺得很陌生 因為資工領域的同學是 電磁學的主要的科系應該是電機系 電機系是應該最會專長電磁學的 但是你真的去電機系問他們 你就會發現很多電機系 經驗到博士的畢業的人 其實他對電磁學也是一頭無數 這是一個很難但是很神奇的領域 那電磁學各位大一的微積分是我教的 大一的微積分交的時候 各位覺得那個微積分 我們交到一直交到單電數微分就結束了 交到負利的轉換就 跟拉普拉斯轉換就結束了 但是後面還有 畫面的東西才是真正用到電磁學上面 什麼地方的東西會用到電磁學上面 這個音就在上 先把它弄點 好 什麼東西會用到電磁學上面呢 就是如果你微積分再往後繼續念 那今年的微積分 我在最後部分我會補上這一段 電磁學的這一段 那你微積分再往後繼續念呢 多變數的微分和積分 這是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講完的那兩章 多變數的微分和積分 然後呢 再往後 再往後還有什麼 單變數多變數還有什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 微積分再往後 單變數微積分 多變數微積分之後 你覺得還會有什麼東西 各位這門也是數學課 對不對 但是 其實有時候數學 工程領域用到的數學 其實有時候是很深很深的 但是工程領域的 往往就是 OK我就用上去了 我會用 但是對方面的數學領域 其實沒有很穩固的 很紮實的基礎 但是他們可以看得到 那這也是我們這一門課上法 就是機率容器的上法的 好處和壞處 我們採用這種搭配R軟體的上法 你會發現說 欸我可以看得到 我操作出來 OK 我知道它的為什麼 但是我們所謂的知道為什麼 是 是程式人的角度的為什麼 而不是數學人角度的為什麼 OK 那程式人角度的為什麼 就是我指令打進去 欸它出來是這樣 每次指令打進去 它出來差不多都是這樣 OK 那我就說 OK那我了解 我也了解說 為什麼打進去會這樣 那是一種感覺 但是 數學人他們的角度就不是這樣 數學家的角度是 那我了解了 那這個東西有多穩固呢 這個東西的基礎 是不是很紮實呢 我有沒有辦法從一些簡單的事實 推導出所有的東西呢 這數學家的想法 但程式這邊的想法 或工程的想法就是說 我會用 我知道什麼時候該用 我知道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去用 就好 OK 那所以這裡其實是有一點 就是說 學數學的 兩種不同思文 一個是著重在 著重在那個基礎 那個通常文 我記得那個 明末慶書的時候 他們 孫中山他們在改革的時候 就是 我會講 有人會提出來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叫體 什麼叫用 在數學上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所謂的體 就是指數學系的那種 把東西弄得很紮實 請說 沒關係 請坐 好 那 用的部分呢 就是指工程的人的這種想法 就是我拿來用 我會用 那 我程式寫得出來 OK OK 在電磁學領域也有同樣的現象 就是 電磁學領域以安培法拉第馬克思維而言 他們其實是比較偏向於用的那一派 但是 反過來 其實 馬克思維就已經開始往那個 數學基礎的那邊 做了很深的 大根動作 然後 等到 後面的 一些人 數學家進來的時候 就把這個東西 給 變成一個 數學理論 理論化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看電磁學 你可能不了解 可能不會了解 為什麼要有向量微積分 這是微積分 去年我們上的 微積分的延伸 向量微積分 向量微積分 真的是很 看起來很神奇的東西 我們稍微 稍微會看到一點點 稍微會看到一點點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好 那第一個 這個電磁學 我們覺得應該 要看的 重點的物是安培 那安培 這邊 呃 各位應該高中 都看過這張圖 對不對 有沒有人高中 沒看過這張圖 好 你還記得嗎 安培 右手定著 現在你還會算嗎 我會忘記 對不對 好 那應該很少人記得 當然高中 其實不太有教你怎麼算 高中只告訴你 會這樣 然後呢 公式 可能不見得 公式 有教公式嗎 嗯 高中有教公式嗎 安培右手定則之後 有教數學式嗎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 他是告訴你安培右手定則 然後 電流如果這樣的話 磁場就會是這樣 OK 但是他有告訴你 這個數學式嗎 如果你看到這個數學式 你就會發現 積分 而且是環場積 環場積喔 那所以 他是一個 一個 比較高深的微積分喔 那把這種環場積呢 再做一次微分 會變成這種 Nabla times b 這個Nabla times 通常我們稱它為 稱它為 懸度 懸度喔 那這個有點神奇 它其實是在描述這種 旋轉線 旋轉線的強度 叫旋度 所以 這個線是什麼 以這邊 這邊是電流嘛 對不對 電流的線 那這邊呢 磁場線對不對 所以這個線是磁場線 好 那這種旋轉線 其實在磁場 磁場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東西 電場也是 OK 所以每一個點上面 你都可以 畫出一個箭頭 那個箭頭代表它的磁場 所以磁場是一種向量場 電場也是 OK 那這種向量場的東西 就是向量回積分所要看好的 OK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這個領域會出來 應該也是 從馬克思威 才會開始 才會引起 這麼大的重視 因為它真的有 在電磁學上面 非常重要的 價值 所以 像安培發現了 就是說 揮納出這樣一個定域之後呢 馬克思威根據他的 深厚的數學背景 然後他就發現說 只有這樣不合理 只有這樣的話 如果中間 兩條導線之間加個電容 那中間的那一段 電容的空隙 就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那一段還是會有磁場 但是問題是 那一段雖然有磁場 但是這個公式描述底下 計算出來會是零 所以 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加上了一個修正 那修正什麼 修正是那個 電容裡面的電通量也會影響 不是只有電流 就算沒有流過去 只在那個電容裡面 那個電通量本身 就會影響到磁場 OK 這就是後面的這個 補充式 當然你現在看又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看不太懂 什麼叫環場機 即使我們學了一學期而為積分 我那時候也還沒有機會交到環場機 而且那時候我也不懂 我一直到最近去看電磁學 你才發現 然後這裡真的很有學問 OK 而且之前去看電磁學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電磁學那些書 真的是天書 到底在講什麼 你很難理解 而等到你把它跟 就是找到一本比較入門級 比較找那種很高深的 有些書喔 它是那種寫出來 各位 如果我們拿那個來教你危機關 或拿那個來教你 機率統計的話 你就會 很想死的那種 對 就是 或者是工程數學 你就會很想死說 通通都聽不懂 到底 到底這門課在上什麼 因為它沒有從直覺的方式帶入 然後直接從數學的方式帶入 那其實 數學系很小 之前有一陣子很喜歡這樣說 後來他們發現說 這種教法 就是說 直接從數學的基礎 從公理定理 開始一直帶出來的那種教法呢 到最後很失敗 非常的失敗 你從公理定理 其實是無法體會 這種東西到底是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用 但是如果從用的角度 先講 再回去看公理定理 這時候可能才會比較有感覺 那但是 數學家為什麼喜歡從公理定理 開始 而不喜歡說 直接把它跟用綁在一起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數學家 總是不希望教你用 然後總是希望教你說 OK 嚴謹的基礎那邊 先把它弄好 比較好發展 發展什麼呢 發展應用 比較好發展應用 我想你想講的意思應該是 比較不會受限在任何一個應用上 是不是這樣 比如說 因為同樣的 譬如說這種旋渡 我可以用來描述磁場 但是事實上呢 馬克思惠他不是一開始就學磁場 因為 因為那時候其實 電磁學還沒有發展 很好 馬克思惠真正一開始的專長 他學的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熱力學 熱力學 OK 他們對那種 熱力學啊 流體 流體力學啊 漩渦 漩渦 這種東西 他研究的很深 所以後來 他就把漩渦的這種現象 旋轉場的這種現象 他把它引入到電磁穴裡面 結果 就發現說 啊 旋轉場的現象 引入到電磁穴裡面 用這樣的數學 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所以才會導出後來的馬克思惠棒能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套數學 他可以用在熱力學 流體 然後卻也可以用在電磁穴 那事實上 當初牛頓發明為基本的時候 他的重點 釋放在重力 如果牛頓沒有研究重力學 牛頓沒有提出外遊演藝之類的 這些東西 他應該不會去研究微積分 因為要描述重力這種現象 所以他才去研究微積分 才去開發出 繼承那個就是 就是萊布尼茲 然後去開發出那種 更多的 維積分的現象 暗定 那所以這裡其實 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有歷史脈絡背景 那種相關 但是這種歷史脈絡背景呢 往往在我們上課的時候 丟掉 那一旦你上課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丟掉之後呢 就會很難 很難去接受這個 這個學問 同樣的 紀律統計呢 也會有他的歷史脈絡背景 如果你去找他的歷史脈絡背景 應該會 也會蠻有趣的 譬如說 到底紀律統計這個東西 這個學問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誰是關鍵人物 貝斯定理 為什麼貝斯要發明天的定理 那中央極限定理又是誰 發展出來 這些東西其實 在紀律統計上面 我沒有去研究他的歷史 但是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從回紀百科裡面去查出來 這些歷史 應該會被串出一些故事 所以有機會 或許我在 之後的程式人家 是有機會 我會把這種東西寫上去 那這個 先給各位 稍微看一下圖 就好了 我覺得 有時候 從圖裡面 可以看出那個磁具 這個安培六手定者 旋轉磁場 那如果你把線弄成旋轉 那就變成 那一樣 安培右手定者 只不過變成五指的方向 是直長 你會先是旋轉 那你就把那個導線這樣握住 那你就會發現那個方向 總是 這四指總是往上勾的 那乾脆就換過來好了 就變成 環形電流的安培定者 那安培也是 也是發明那個 電流劑的 電流劑 這個是安培那時候 的電流劑 長的樣子 OK 那就是 你把那個電 接到這邊 它可以算出說 OK這個電流有多強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用線圈 它是用線圈 所以其實裡面 也有磁場概念 那後來才有這種 像拉塞浦的模型 那時候 其實馬克思威那時候印象中 應該還沒有拉塞浦模型 那你看1911年 拉塞浦才提出 這種電子 原子旋轉模型 所以難怪 難怪馬克思威他必須要用流底力學的方式 用漩渦的方式去解釋那個電子學的旋轉場 因為那時候根本連原子模型都還沒提出來 他沒有辦法想像 電子 繞著 繞著原子 繞著直子和中子旋轉的那種 毀道式的行星模型 他是很難想像這一點 因為那時候根本還沒有這種模型 1911年才提出來 那個馬克思威是 比這個還要找一百年前的人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那種時代落差 然後一直到1913年 波爾才提出了 拉塞浦模型的改良版 加進了這種軌域的概念 軌域就是軌道啊 然後能量 就是你如果在第一層軌道的話 他能量比較高 第二層軌道的能量就比較低 應該說能量低和高是一種詞 就是說第一層軌道是比較 比較不容易被打出去 比較穩碳 那第二層軌道呢 是比較容易被打出去 第三層更容易被打出去 所以越外層呢 能量越低 就是說你要把它打出去的能量 會越低 你要把最內層的 打出去的能量會很高 OK 那這個是後來的那個 波爾的模型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 歷史脈絡 在我們的很多教科書裡面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提到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安培的一個故事 安培 他是教書的喔 那有一次他去 去學校的時候 他一邊走一邊想一個電血問題 然後經過賽納盒的時候 他就習慣會撿那個石頭 然後撿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口袋 然後等一下再套出來給它丟到水裡 這是他的一個習慣動作 但是呢 有一次他就這樣子做 結果呢 他到了教室的時候 發現說他口袋還有那塊石頭 結果他把懷疑表丟到水裡 那這是一個 你看到一個科學家 如果他真的 對這種東西很有好奇心的時候 然後他很專注的時候 這不是一般人會發生的行為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科學家 都有這種特性 都有喔 大部分喔 所以各位其實如果你想知道 你程式會不會學得好 當然不是絕對的關聯 但是如果你是這種特性的人 其實往往你的程式能力可能會很強 只要你有力學 為什麼呢 像劉頓好了 劉頓有一個著名的故事 是他有一件衣服 穿了整整半年都沒有換 而且還穿著去見英國女皇 但是沒有人會覺得 他是個流浪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他已經很有名氣了 大家都知道 他是科學家 他是科學家 所以會當科學家的人 其實有時候是很奇怪 他是有某種人格特質 奇怪的人格特質喔 但是這種人格特質其實 我們看來其實是很好 那另外一次是安培在街上走著走著 然後他就想一個電血問題 想到一半他就想說我要寫下來 我得找個黑板 然後呢 他就看見前面有一塊黑板 然後就拿出他隨身攜帶粉筆 誰會隨身攜帶粉筆啊 很少 但是那時候可能沒有原子筆 所以隨身攜帶粉筆 那鉛筆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但是鉛筆不太容易形 因為要紙才好險 他拿出隨身攜帶的粉筆 就在那塊黑板上面畫起來 然後壞畫之後呢 結果那塊黑板其實是一個 馬車的車廂背面 然後呢 他 他在畫的一半 畫到一半的時候呢 那馬車就跟著 就走起來 馬就跑起來 馬車就走起來 然後他為了要寫那個黑板 他就跟著馬車一直跑 所以 因為他正在推導推導到一半 如果妳有這種精神 我相信妳基歷統計一定會學得很好 但是我很少看到有同學是這種精神的 來學基歷統計的 應該不多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這樣的話 那也不見得完全是很好 但是如果有一部分的人是這樣 我覺得那是很好的事情 那這是 你可以看到阿安培是這樣 那但是不是每個科學家都這樣 像法拉蒂就不是 法拉蒂他也很專心 但是他不屬於那種理論很強 他會做一些 你看他需要黑板的 幹嘛的 他就正在做一些推導 那法拉蒂不是 法拉蒂是一個實驗天長 非常會做實驗 因為他本來是個鐵匠 打鐵 然後呢 他因為想要 從事這種研究方面 電磁學的研究 所以呢 他從鐵匠變成說 他有一個機會 變成戴維的助手 那戴維那時候 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 那後來戴維因為 一次三氯化彈的實驗 眼睛快失明 所以就找那個 法拉蒂來幫他當助 所以從此法拉蒂就開始接觸到 有機會接觸到比較深入的科學領域 然後呢 可是法拉蒂其實他 他出生是個鐵匠出生的 所以其實他們是被歧視 那那個年代雖然科學 還算蠻被尊重的 但是呢 還是會講究出生 所以那種鐵匠出生的法拉蒂其實 像戴維的老婆 就非常欺視他 戴維老婆 不願意跟他一起吃飯用餐之類的 然後就叫他去跟那個用人一起吃飯用餐 所以有一次法拉蒂其實要考慮說 那他要離開戴維 但是後來呢 他們旅行的時候 有自旅行 因為 戴維需要去找 等於是一個巡迴 巡迴的講座之類的東西 然後呢 可以碰到很多科學家 那這次法拉蒂就有跟他去 法拉蒂這次去巡迴 法拉蒂就被當成用人 反正就是 因為 因為戴維的用人 不願意跟去 所以法拉蒂跟去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當用人使飯 那但是 這個結果呢 並沒有造成 反而法拉蒂在這一次的旅行之後呢 他的能力就變得很強 因為他真的跟很多科學家做交流之後 他能力就變強自信的出來 你要知道 哦原來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你想要變 一個領域變很強 怎麼做 找那個領域很強的人 跟他交流 你就會變很強 所以你什麼時候 你在我們這個科系 你如果希望你的程式能力變很強 怎麼辦 我告訴各位 先加入我們雜誌 推銷一下 先加入我們雜誌 為什麼呢 這個雜誌從今年1月開始 我們創辦開始 那現在呢 已經第10期 今天10月2號 10月1號我們出了第10期 那我們的成員 其實我們一直不斷的去過濾掉廣告成員 我們沒有每個人都加進來 因為這樣會有很多廣告成員 那只要廣告成員 你發現我們就 就把他整個封鎖 永久封鎖 那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到現在 已經有4254個 對程式有興趣的 所以 彭浩在這個裡面 你如果有什麼程式問你 你來這邊問 發現他們都很熱心幫你解 有時候我也幫你解 那你來這邊問 我覺得你不用每次就是用那個 Facebook然後直接訊息給我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程式領域的人 那很多東西我其實是不會不知道 那有這個社團 你來這裡面問 有很多那種 大學生啊 甚至他到裡面來 就是說他作業想不出來的那種問題 他也跑進來問 還是有很多人給他解答 OK 那雖然這些人其實很多都是 業界已經 已經 怎麼講就是那個地位已經很高的人 但是他們都還是積極的在玩這樣的社團 積極的在回答人家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程式領域一個很好的東西 那像這一期的雜誌裡面 我們就有收了一個 收了一個 就是我上次有跟 可能你們班也有講到 其他班或許也有講到 然後呢 我有提醒大家說 你如果要投稿 可以投到我們這邊來 但是我們沒有搞仇 我們不會不理錢 而且你要把權利 送給我們判登 OK 義務的 我們這個完全是義務的 你可以看到像這一期就有許兆毅 是四年級的同學 他的網誌 啟動一篇 他覺得這個比較多人看的 他就拿來投稿 我覺得他寫得很不錯 我們就把他放進來 你可以看到他用兩台Arduino 去做互相通訊 做藍牙通訊 Arduino就是這種 這個就叫Arduino 那Arduino 這個東西可以 可以就是 跟麵包板打起來 然後你可以插出各式各樣的電路 他用這種電路 你就可以把程式呢 灌到這個Arduino的 裡面 用USD就可以插進去灌到裡面 然後你把電路接好 然後呢 程式寫好 上傳上去 然後呢 就可以開始做實驗 這個 這個就是 你好像上禮拜有問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這個就是Arduino 這是麵包板 Arduino麵包板跟這個 這個單心線 單心線 你不要買那個多心的 多心的插不進去 我要買栽心的 然後單心線 Arduino麵包板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藍牙模組吧 我來猜 我來猜這個應該是那個藍牙模組 那各式各樣的顏色線 你可以用來稍微區分一下 我到底這個線子做什麼用 可以用顏色去區分嗎 然後你把電路接好之後呢 因為他這個是 互相通訊嘛 所以他得買兩塊 他得買兩塊 Arduino 或者是一塊麵包板 但是呢 旁邊用兩個Arduino 這樣子才能通訊 那他做的實驗結果 可以看到 這個 在跟各城市領域的交流的時候 你來寫這種文章 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你會看到其實像 美齊的陳志仁雜誌喔 我自己的部分都會有好幾篇喔 其實我不希望寫那麼多篇啊 那可是呢 如果投稿的人少 我就非得要讓這個雜誌豐富一點 所以我就會多寫幾篇 那如果投稿的人多 那我自己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稍微拿掉 我就少寫幾篇 所以如果各位 各位多投的話呢 那我也可以少寫幾篇 所以也是 也是我要跟各位宣傳的原因之一啦 那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原因啦 因為這個 這個真的對各位會有好處的 那什麼好處呢 那就是當你這樣交流交流之後 其實這個 這個領域說大很大 但是其實也沒有很大 如果台灣寫程式的人 在這個社團裡面的喔 其實很多 比例已經蠻高了 那尤其是那些 樂意在網路上交流的人 其實比例已經很高了 那往往 從我弄這個雜誌開始 我就發現 因為我過去是寫網誌 寫網誌的時候 其實就有不少人認識過 因為透過網誌 人家Google搜尋 就搜尋到你這邊啦 然後就看你的文章之後 就發現說 那我開始逐漸的認識這個人 因為 因為你 你會發現說 他一次搜尋到你 兩次搜尋到你 第三次搜尋到你 他就認識你 那同樣的 如果你在雜誌上面發表 一樣 第一次看你的文章 第二次看你的文章 他就認識你 那認識你有什麼好處 各位現在都會面臨一個問題 對不對 什麼問題 你們現在還沒有來 因為你們才二年級 但是 兩年之後你們就會面臨這個問題 男生可能要三年 就是你要出去工作 你出去工作 什麼問題啊 就是 人家為什麼要用 我怎麼知道你的能力如何啊 然後呢 你要怎麼讓人家知道你的能力如何 如果他已經認識你了 那他應該就對你的能力有一個底 這時候他會用的時候 他通常就會優先考慮是你 即使你可能是金大的 對方可能 另外一個競爭對手可能是台大 但是 他還是有可能 因為 他不認識的話 他風險很高啊 台大霸咖也很多啊 而不是台大都是很強 台大還是多霸咖啊 那 那你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 閃現說 OK 我在這方面的能力 那就 就其實是業界要 OK 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不只是專業上的能力 另外一些是 你的 人際相處的能力 如果你這幫 已經有的專業能力進去 那剩下的就是看你人際相處的能力 還有其他方面的能力 OK 那這裡其實 是蠻建議各位 可以來投我們的展示 馬克思威暫時就先看一下公司 順便 步行一下 那個 這個是馬克思威早期寫的 早期寫的 那這個基本上是 是法拉蒂令利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有一段去研究土星光 而且世界 全世界第一張彩色照片 還是馬克思威做出來 全世界第一張彩色照片 是馬克思威做出來的 那 他對在光學上面有研究 但是他最重要的貢獻還是電磁學 那電磁學像他這裡做了一些推論 這個推論其實你現在去看會看不懂 但是最後呢 他歸納出這些推論的定理 OK 應該是說推論出這些定理 那這些定理有很多是原有 但是他把它做的數學系統化變得很好 這是馬克思威的貢獻 那所以我們說馬克思威有四個定理 但事實上不是四個定理 是四組定理 一組定理可能有三個方程式 所以四組定理的方程式 你看這裡三六九十十一 那這個是馬克思威那時候 這個是那個 他推論那個光波就是電磁波的一個推論 然後他寫了那個 就是 推論完之後他就寫說 OK 光是由電磁現像同一介質中的融波所組成 所以他在論物理力線這一篇論文裡面寫到 然後接下來他在電磁學長的動力學理論這一本書裡面 他就把整個東西都變得蠻數學化的 但是這個數學化其實 其實不完全是馬克思威 有一些這種數學其實是後來的 進一步的數學家 再去把馬克思威的東西呢 把他變得更 更加的數學 把他的數學變得更加的優美 所做出來 像這種 Nabla times這種東西 其實是 就是旋渡 那馬克思威那時候 在旋渡的數學上面 其實那個是牽涉到微積分的 像量微積分 像量微積分在那時候才 之後才開始發展 所以這個之前的東西其實是 是不會有那種像量微積分的 所以你看馬克思威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一大堆的偏微分方程 寫出來 那一大堆的偏微分方程 可以推導 因為如果 如果是用這種方法去推導的話 那數學的能力要異以常人 才有辦法推導出來這種東西 但是呢 到後來 我們現在電磁學裡面看到的 微分方程的四個版本 其實是 這四個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馬克思威 就是黑曬維 黑維曬 黑維曬這個人 然後再 再把馬克思威的東西 弄得更精簡 然後做出來 那就是黑維曬的現代感 那 電磁學有什麼用 各位覺得呢 有個人對電磁學有興趣 電磁學真的很有用 但是台灣電磁學並不強 這是我們的科技領域 台灣的罩門之一 如果你能夠突破這個罩門 你能開一家 專門做電磁 高品質電磁設備的公司 那你對台灣的科技領域 絕對有很大的貢獻 什麼東西是高品質的電磁設備 食物列水 那也是喔 但那個規模就很大 那還有呢 電磁爐我們大概是做得出來 因為那個不需要很高的品質 就可以要脖子熱了 那 還有一些真的高品質的電磁設備 像譬如說音響 音響我們可以做一百塊 我們也可以做一百萬 一百萬的音響我們做 台灣大概很少有公司會做 但是台灣很多公司都會做那個一百塊的音響 OK 那這種馬克思偉的貢獻其實在 在電磁學領域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液晶晶 它的這本液晶晶呢 雖然不能殺人 不像那個劍客可以 十年磨一劍 十步殺一人 它液晶晶不能殺人 但是它讓整個工業脫胎化 然後內力變得很強 這個是武功秘笈 所以 你只要有電磁學的這種能力 其實你也可以用它來做壞事 用電磁鍋把某個人給殺人 怎麼可以 就是應該可以做得到 但是呢 你如果不懂 你不要亂弄 因為你不小心沒把人給殺人 把自己給殺人 電磁鍋的指向性 不小心對到自己 那你就完蛋 對 所以這個 好 那大概先看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第一堂課 又講天